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呂志华 达特区政府为了防范第五波疫情的爆发 所以今天就刚刚公布了最新一轮的防疫措施 就在今年2月24日开始,所有市民进入所有食肆 以及大部分的表列场所,例如图书馆、博物馆 或者其他那些是政府的公共机构 都是要最少打第一针 这个措施甚至将会包括学校 但是学校里面究竟哪些人,还是所有的师生都需要最少打一针 暂时政府就并没有公布 好了,这一个新的防疫措施公布了 好了,我不知道大部分的市民心里如何想 对今次的防疫措施大家赞不赞成 以及有什么意见 我本人来说,我就相当不满意政府的防疫措施 至于他今次进一步扩大所谓的疫苗气泡 我更加感到十分愤怒 其实什么疫苗气泡呢? 只不过是想限制所有的市民进出那些公共的场所 好了,他的做法最主要就是想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理论上,这些流行病,如果你限制市民的流动 理论上是真的可以减少疫情的扩散 但是政府今次的做法很奇怪 他是选了农历新年之后 大家都应该知道,农历新年前后 全香港市民无论公司、社团或者所有家庭 都有很多不同的聚会 而这些聚会将会聚集了很多人流 例如花市,又例如我们去团拜 又或者很多春明等等的活动 好了,如果政府真的想防止疫情爆发 那为什么他要任由那些市民去参加这么多团体活动 参加完之后,才实行新的防疫措施呢? 他的意思是否就是说 让那些市民一路参加不同的聚会 一路聚集在一起,让他们感染病了 好了,那才推行这些新的防疫措施 减少疾病的爆发呢? 那林郑回答记者的时候,她就这么说 她说,因为有些饮食界就跟他们说 例如现在有很多人订了桌子 年夜饭、春明等等 假如真的突然间收紧这些措施的时候 就会令到很多酒家食肆杀个操守不及 不但影响他们的生意 也可能影响了很多社团的活动 以及政府也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做好各种措施去配合 所以她就把这个时间押后到2月24日 假如政府是为了害怕影响经济活动 害怕影响香港的经济复苏 而将今次防疫措施押后 那我就觉得,倒不如你不要做这个新一步的防疫措施 因为就算你在2月24日之后才推行也好 肯定对整个香港的经济是有很沉重的打击 以及大家也可以看到 政府一方面就希望大家做好防疫措施 希望很多人打针去预防疫情的扩散 但另一方面,政府现在就不断地做了 举办了很多大型的活动 就方使市民就不参加这些大的活动、大的聚会 例如公展会 又例如31日晚大随直的倒数活动 西九、中环、人山人海 你想想,由你政府举办这么多活动 聚集到这么多人 令到疫情容易扩散出去 然后你又推出一些措施 就叫人进食肆都不可以 那为什么你要推出新的措施 你只要打了针才进食肆 原因就希望减少那些人进入食肆 你不打了针就不可以进去 那你现在的新的做法 你新的防疫方法 岂不是和你现在政府所做的一切 完全是相反的 究竟现在政府搞的是什么 你是想我们防疫 还是你想帮我们一起扩散疫情 还有 你看看今次政府所做的一切 其实不是想帮我们去防疫 其实是想谷针 他是想谷到全香港市民 打针的百分比去到99.99% 所以你会看到 他一方面搞了很多大型活动 他就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他等疫情容易在人群之中扩散 但另一方面他就限制那些人 你不打了针 你又不可以入图书馆 你又不可以去上学 你又不可以去食肆 所以他目的只有一样东西 就是想谷针 大家都知道 就算你打完针之后 新的疫情会不会扩散 大家会不会有机会 中了新的病毒呢? 其实一样有机会的 以及机会并没有减少到 大家可以看到西方国家 尤其是先进的西方国家 较早之前 大家抱着所有的疫苗 不肯给第三世界国家 结果这些先进的西方国家 现在的疫情反而是最厉害的 无论美国、无论欧洲、英国 全部都是创新高 那就证明 根本过去打的疫苗是没用的 你打完之后 你的染病率其实并没有少到 我做更加怀疑可能有增加 所以政府现在一直这样谷针 其实并不是帮助我们 减少疫情扩散 他只是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是我谷针谷到这么高 我就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的目的在哪里 好了 政府这样做法 可否达到目的呢? 我相信目的很难达到 因为我现在和一些长者谈过 我就发现到 现在不肯打疫苗的长者 就算你不让他进入食肆 甚至就算你不让他吃饭 他都不会打的 那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 原来那些长者的智慧 就比特区政府的高官高 他们所说的话 根本特区政府的高官 可能永远都想不到 那我就告诉大家 有些长者跟我说 他说 现在他打了和不打了 其实是一样的 他现在再染上新的病毒 机会其实并没有减少 而且政府也和我们说 打了疫苗之后 是会令到 假如将来你真的染病的时候 你的病况就会减轻了 你的病情就温和了 但你想想 如果你将来染病之后 你同样都要使用 政府的公共医疗设施 所以政府公共医疗负担的压力 并没有因为谷针 令到很多人打针而减低 将来打完针之后 你都同样染病 你同样都要去政府的医疗机构 那里去看症 同样来说 政府的医疗机构 都是承担相当大的医疗压力 隔离中心也都并没有因此而少人 好了 那些长者又跟我说 假如打了疫苗 对防止疫情并没有帮助 但是他冒着要打针 出现意外的危险 这种危险 他说他是不可控的 是无法控制的 因为疫苗进入身体 究竟发生什么变化 会不会他就是不幸者 是无法知道的 但是他现在不打针 他可以控制到究竟会不会染病 因为那些不打疫苗的长者 他一般来说都是十分小心 他做的安全措施比平常人多 例如他们少出街 以及尽量在公众场所减少脱口罩的时间 所以那些长者就说 我可以控制到我没有机会染病 我染病的机会有多少 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到究竟我打完针之后 有没有意外发生 这个就是长者不肯打的原因 所以就算你政府不让他进入食肆也没有用 因为根本他们都不会经常去食肆 就算你不让他去图书馆 不让他去博物馆也没有用 因为他根本也不会去图书馆 不会去博物馆 所以你政府这样的捕针 始终都是捕不上去的 还有 现在政府一尾要我们打针 要我们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 但另一方面 他就开门一道 他就大开中门 等那些是飞去欧美的航班 那些机组人员也好 或者那些乘客也好 来到香港 接着他的防疫做得不好 而且有一些更加是说可以豁免到的 结果就开门一道 等那些病菌进入香港 但另一方面 他就叫那些市民全部打定了针 去迎接这些病菌 你说了 是不是很荒谬呢 那还有 那些飞机 由高危的国家 和由那些欧美国家飞来香港 政府就无任欢迎 还有也是有部分人竟然可以获得豁免 这样才会令到香港就爆发了第五波的疫情 其实想解决这些问题很简单 只要港府全部都禁止这些飞机飞来香港 又或者这些飞机里面所有的乘客来到香港 都要接受最严格的隔离政策 那问题自然就可以解决到 但政府不是这么做 而他们说的理由是相当荒谬的 例如说香港的经贸 就不可以和西方国家完全断绝 又或者我们有很多货品 又或者食品 是由这些国家而来 有机会令到香港可能是 粮食供应短缺了 或者有些货品 它的供应就断了 其实如果大家小心理解 就发觉到 这些只不过是藉口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主要的粮油 百分之八十几都是由内地进口香港的 我们依赖西方的货物也好 那些食品 食粮也好 我就麻烦政府 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这个西方国家供应给我们 那些货品和食物很重要的 你就拿出数据给我们看看 如果不是 正常来说 我们一般的理解 根本我们是不需要 依赖西方那些货物和食品 所以就算我们和西方国家 那些是经贸 暂时断绝了一段时间 亦都是无关痛痒 亦都不会影响香港的民生 所以我就觉得 香港政府不要再做一些愚民政策 不要找这些借口去耍弄我们 现在政府就不肯和那些高危的国家 完全断绝来往 就等于政府现在开门一道 开门迎接细菌 然后就叫全香港的市民 打定针来迎接这些细菌 那你说是不是很荒谬的事情 还有 现在最令人感到愤怒的事情就是 根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将病菌带来香港那些人 他现在在香港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还可以得到香港公共医疗系统的服务 还可以得到公费去治疗 但是受害的受惩罚的就是全香港市民 还有最惨的受害的就是网月楼的员工 网月楼的员工 他们已经打足了两针 才可以开工 才可以做生意 现在有一个是违反了家居防疫令的基组人员 他把病菌传播开去 结果网月楼的员工 全部都要去捉高湾隔离21日 打足了两针 结果就要送到捉高湾隔离 但是那些基组人员 他竟然可以带着病菌 在全香港自由行 最惨的还不是这样 原来网月楼的员工 他的家人 他的一家大小 全部都要送到捉高湾隔离 你想想他们是多无辜 他们正在做正常的工作 他们正在上学 突然间就因为一个不生性的 在欧洲高危国家带了病菌来香港 然后就累到他们要受这样的惩罚 但是带菌者现在政府又不告他 郭泰又没有受到惩罚 一句道歉就可以了事 甚至现在还有一些空姐 空中服务员 在说风凉说话 条气很不顺 他说肉除针板上 现在真真正正肉除针板上的 就是全香港700万的市民 你不要再颠倒是非了 我就不明白 他说到为什么特区政府 对这个爆菌的超级毒黄 你不加以惩罚 你不控告他 但是现在政府就惩罚全香港市民 令那些不愿意打针的长者 可能要被逼去打针 就令到那些原本来说 可以过着正常生活的那些 望月楼的员工 现在全部就是送到捉高湾监禁 现在很多报章都报道 就说捉高湾有一名望月楼的员工 他就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 我觉得特区政府所有官员 尤其是林郑月娥 你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好好读一读 如果你不读 我帮你读出来 给大家听一听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他就说 今天是我们隔离营度过的第四日 还有遥遥的十七日监禁期 所有人狂欢度新年这四日 变成我们有生以来最难捱的四日 我们每晚辰转反复思量 究竟我们做错了些什么 为什么我们和家人小朋友要入足高湾 为什么国泰的人为错失要我们去埋单 我们所有同事打了针 用了安心出行 公司跟足防疫措施 跟足法规换来的竟然是一场近乎灭顶的灾难 为什么港府在关口防控不力 采取过于宽松的免疫安排 国泰消极的管理态度 放任机组人员违规播毒 有人莫视自己高危带毒的身份 违规在市区散播病毒 反而最后变成我们公司 以及被选中的22人 无辜地帮手埋单 还有为什么我们家人都要去捉高湾隔离 林郑我不知道你对这封信里面所说的 你有没有感觉和感受 所以林郑你们整班官员在控制抗疫以来 我们市民跟你这么合作 但是你们所做的事 你对不对得着全香港市民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